下一個重點叫做化學反應方程式 好,待會有一個重要的要平衡它 我們根據實驗結果 這句話是告訴你方程式不可以自己隨便亂寫 要根據實驗結果 然後來告訴我A加B然後變成C加珠 把我們的反應的結果 利用我們剛才學過的化學式分子式表達出來 加上一些簡單的符號 寫出來的橫式 好像就像說數學的方程式一樣 所以叫做化學反應方程式 化學反應式化學方程式 像底下這個例子 三個氫加上一個氮 生成兩個氨 然後寫上一些東東 那我們就是要會說 這個化學式要怎麼寫 然後呢 這個反應就告訴我 氫加上氮會產生氨 這個方程式告訴我 氫加氮會產生氨 氫和氮會反應成氨 OK 那麼這個箭頭表示反應方向 好,我們未來有學可逆反應 所以有向右的箭頭跟向左的箭頭 如果把這個箭頭向左邊就變成氨 分解成氫跟氮 所以現在向右就是氫跟氮 化合成氨 化合成氨 然後呢,在箭頭的尾巴的這一邊呢 叫做所謂的反應物 尾巴的這一邊 我這裡寫左邊跟右邊 其實看,因為箭頭可以反過來嘛 所以應該是 箭頭的尾巴的這一邊 就叫做反應物 箭頭頭的這邊就叫做生成物 所以有反應物跟生成物 反應物跟生成物不只一個的時候用加號相加 所以看這氫跟氫跟氮就寫個加號 就有個加號,表示氫和氮 然後反應,然後化合成氨 化合成氨 用加號來表示 然後上面有個數字 有3啊,2啊,這個數字叫做均衡係數 這是一個重點 重點 然後呢,如果1,我們客人家一樣懶得就不寫了 這個均衡係數代表就是個數 也就是莫爾數 這在未來要做簡單的化學技上說要用到 均衡係數是一個重點 重點重點 好,它代表的是個數、莫爾數 這告訴我3個氫分子加上1個氮分子 化合會變成2個氨分子 個數就是莫爾數 就是3莫爾的氫 加1莫爾的氮 會產生2莫爾的氨 如果配合亞伯家訣 假說同溫同壓下 同體積的氣體有相同的分子數的話 那麼在同溫同壓下 如果這些都是氣體 它可以代表體積 就是3公升加1公升會變成2公升 但是這句話只用在同溫同壓下的氣體 必須全部都氣體才可以用 其他的不行 所以重點是它代表的是個數跟莫數 代表3個、1個、2個、3莫、1莫跟2莫 OK 然後呢 就剛才講過3莫、1莫跟2莫、3個、2莫 就剛才跟你講過的話 就代表這個意義 了解 了解 這是重點 因為未來在做簡單的化學技巧 要用到這個想法 然後甚至於在做化學方程式的平衡的時候 也要用到這個想法 所以要知道 OK 那麼注意喔 這個均衡係數代表的是幾個、幾個、幾個 不代表質量 代表的是莫 那 莫怎麼變質量 要再乘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那我們後面會教莫 後面再跟你講一次 重點是它不是質量 不是3公克加1公克變成2公克 是3莫加1莫變成2莫 莫要變成質量 還必須要去乘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好 那麼這個箭頭的上面或下面 會表達一些的狀態 或者是方法 好 比如說上面有寫個F1 代表什麼意思 它需要用鐵粉當作碎化機 用鐵粉當作碎化機 然後呢 底下注明200度C、400大C 就是說 它必須要有200度C、400大C 情況下來做 來做 OK 然後呢 我們通常會畫一個三角形 表示要加熱 寫上一個電解 表示要通電 要通電 輸入此類 OK 上下 表示的方式 那麼 這有一些狀態的表達方法 在我們的基測、學測的考試裡 曾經寫過 但是我們平常在國中很少會用到 我們箭頭向上 表示產生氣 箭頭向下 表示產生 沉澱 這兩個還比較常出現 剩下的這個符號就很少出現 在國中很少出現 但是你在考基測、學測的時候 曾經出現在考題裡面 OK 寫個G 是代表氣體 GANS 氣體 寫個LLiquid 代表的是液體 寫個SSolid 代表的是固體 寫個AQA 代表的是水溶液 代表的水溶液 所以它表達的方式 所以就這樣子 這個上面所顯示的方程式 並沒有表達出來 古德頓幹 刮不住的一個G 就是氫氣加氮氣產生氨氣 產生氨氣 OK 這是表達的方法 答案講過了 化學方程式必須要根據事實 實驗結果 你不能偶偶亂寫啊 寫個正常的氫加氧燒出來是水溶液 寫個氫加氧變成雙氧水溶不對 正常燒出來是水 就不得亂寫 不可以隨便指定啊 什麼都不行 要根據實驗的結果 來寫出我們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同時化學反應方程式 只告訴我A加B會變成C加氏 沒有告訴我它反應會有多快 沒有辦法告訴我反應會有多快 反應速率要另外做實驗才知道 我們知道鐵加氧會變成氧化鐵 可是平常鐵要生氣要花很比較久的時間 那如果氫加氧變成水的燃燒 給我砰就燒就結束了 所以可以很快 所以它只告訴我A加B會變成C加氏 但是沒有告訴我反應速率 反應速率必須要另外做實驗去測量才會曉得 這就是告訴各位化學反應方程式的寫法 注意一下 我們要怎麼寫什麼加號啦 反應物啦 生成物啦 箭頭的上下做什麼事情啦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那個均衡 細數 代表就是個數跟末數 以上就是所謂的化學反應方程式